三个女人要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她们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 是整个民国时期 最富盛名的第一家族 正是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女性 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 晚清末年 政局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 民间无数爱国者高喊反对口号 民国实业家宋家树 资助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 宋家树英文名叫宋查理 在美国流过血 她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很重视 夫人倪贵真出身书香门第 受过心事教育 三个孩子从小就学习英语弹钢琴 这天大学纷飞 宋查理带着女儿们跳起了舞 夫人心疼孩子怕他们冻病 然而宋查理却说 冻怎么会病呢 只有穷才会使人生病 宋查理为了抵制列强 更是带头焚烧了家里的洋火 她让三个女儿 将心爱的洋娃娃也丢进火堆 小女儿宋美玲个性鲜明喜爱谈判 忍不住跟父亲讨价还嫁 二女儿宋庆龄声明大意知小事 即便不舍 还是主动将洋娃娃丢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 大女儿宋爱玲一言不发 将洋娃娃丢进火里 却悄悄在袖口里藏了的小的 三姐妹不同的反应 也映射着他们此后的一生 为了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